加拿大溫哥華有一個馬寶節的活動 慈濟師公敦親牧林首次參加 也幫人文學校招生 拿起相機朝著海報 頻頻按下快門 可見這上頭的故事多麼吸引人 慈濟加拿大分會 參加了會所所在地 馬寶社區的馬寶節活動 在這個人口急速增加的社區 廣接好園 也讓許多初搬來的鄰居認識慈濟 每天傳錢發表好願 呼滿可以天天收集愛心祝福 小朋友很有興趣 學中文似乎也很有意思 即將開學的慈濟人文學校理念独特 吸引許多家長詢問 不要學什麼 我們都學什麼 都是一對 都有一對八個 我們沒有 我們是三對一 我們更多 因為有愛心媽媽 還有愛心哥哥姐姐 陪在旁邊 然後是在旁邊一些 就像疼自己孩子一樣愛學生 就像關心自己家人一樣關心鄰居 加拿大慈濟志工在當地耕耘20年 在馬寶社區也會和這些友善的團體一起 再繼續譜寫美善故事 在新聞之上 美職工彭美萍 林玉珍 沈金全加拿大報導 下廣的天的信項